好,我們現在講的是溫度 什麼是溫度? 什麼是溫度? 紫外線,紅外線 紅外線是溫度? 紫外線是溫度嗎? 沒有熱能的一種溫度 沒有熱能就沒有溫度嗎? 看不見的傳播 看不見的傳播 什麼是溫度? 溫度是一種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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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來講說 所有的 單位量來講 有質量 有體積 有長度 有時間 事實上溫度是另外一個單位量 是另外一個物理量,他沒辦法用長度來取代 他沒辦法用重量來取代 他沒辦法用時間來取代 溫度是另外的單位量 那溫度這個現象呢 早前我們說 我覺得熱,我覺得冷 可是我沒辦法去真的定義 他說溫度是什麼東西 後來慢慢發現說 溫度事實上跟分子間的振動是有關的 你溫度越高呢 它振動頻率越高 溫度越低呢 它振動頻率越低 好 那溫度事實上跟 它從輻射出來的光線有關係 好 那輻射出來 你溫度越高之後呢 它從輻射出來的光線越多 有什麼呢 沒有我在想 OK 好 那溫度跟物質有什麼感 有什麼關係 不同的物質 溫度借由物質上 OK 溫度借由物質傳播 溫度有借由物質傳播嗎 也可以不用 怎麼樣說一下不用 溫度可以怎麼傳播 溫度可以借由粒子來傳播 溫度有借由粒子傳播什麼意思 就是光 溫度有光的傳播 那個時候是叫粒子 或者是叫做 那個東西 溫度有粒子傳播聽起來怪怪的 簡單來講就是光粒子 撞到一些東西就會產生了問題 OK 這樣子講也可以 但是我們也願意講說 那是一個波動線量 不應該是粒子線量 那就波動線量 就是它是溫度可以靠 輻射的方式傳播 對啊 靠輻射的方式傳播 所以波動是輻射 波動是輻射 粒子 輻射的傳播應該輻射 好 電子波 電子波的方式傳播方式有很多種 電子波是一種波嘛 它的波的傳遞 不需要靠電子 可以不需要電子的時候 我們叫粒子線量 需要電子的時候 我們叫波動線量 那兩種線量都可以產生 讓它傳播 那溫度的傳播除了靠介指之外 那是直接是傳遞 那叫做接觸傳導 熱傳導接觸的方式傳導 另外一個就是 以這個所謂的輻射方式傳播 輻射方式傳播 溫度就是比較偏向 剛剛至於講的是粒子縮的方式 或者是波動的方式 但是它是電子波的方式 是 溫度 溫度 溫度是一個 我們現在只能說它是一個感覺 是個現象 它是個現象 是個現象 那溫度高低的話呢 我們現在後面有證明它 就是分子之間正中的頻率 跟分子之間正中的頻率有關 所以有溫度是 溫度是有現象 然後也可以算是一種 一種正中的頻率 可以這樣講 但是事實上我比較 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問題跟你說 應該去思考一下 你當初對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什麼是溫度 就你自己的體會是什麼 我覺得溫度是一種熱能的散發 熱能的散發 熱能的散發 溫度是一種熱能的散發 怎麼說是熱能的散發 畢竟 在感受到溫度的時候 你畢竟有到熱能 所以就是 感受到溫度的下降 感受到熱的時候 一定有溫度的 就覺得它有熱 所以溫度 是能說它是冷熱的現象 但是跟能量還沒關係 你只是說怕很熱 它很冷 不見得很熱 不見得很熱 就會有很多熱能 不見得很冷 又沒有熱能 好 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下一次 我們下星期 下星期再解釋 溫度跟能量關 沒有 還堂課 但是我在想說 但是我在想說